港女星陈欣妍自爆响和梁朝伟拍戏,妇女脸都OK。 据香港媒体东网6月19日报道,应谈女星人陈欣妍,Shirley,出道不久已苍演了多部电影,而且角色都很有发挥机会,有反叛中学生,热情开朗少女及成熟的角色。 问道最想合作的男艺人,Shirley表示最爱舞界,尽向蒋鼎的梁朝伟,如果可以和韦仔合作,扮演什么都行,有透视我已经很开心,妇女恋恋都OK。 其实她,还是很年轻,我一个化成熟妆,为什么这么欣赏韦仔? 看王家卫的电影,已经被韦仔的表现吸引,之后再看她的喜剧,也很好。 吴坚道又演得很好,冯小刚,中国垃圾电影遍地,一定和垃圾观众有关啊,亦娱乐6月19日报道。 18日,向来有小刚炮制称的冯小,刚火力全开。 对于观众常吐槽的垃圾电影太多,冯导称是不是有很多垃圾观众,才形成了那么多垃圾电影。 你如果不去捧这场,他就没有生存空间,可现状是往往垃圾电影的票房还很高。 有网友表示,有一些道理,但是说得太过火,还有网友直言,没毛病全至先16个月而自首曝光。 个子超高啊,亦娱乐6月19日报道。 据港媒报道,18日父亲节,有粉丝到餐厅用餐,巧遇全至先立家三口,这是全至先的儿子首度曝光。 全至先立家三口在餐厅叫壁静一角,四十位庆祝父亲节而一起外出用餐。 照片中,虽然只能看见全至先儿子背影,但据赛场粉丝透露,全至先的儿子戴上帽子坐在婴儿椅上,十分可爱,虽然只有16个月大,但看上去却好像两岁小孩。 一样高,可能是因为父母同样身材高飘,遗传了二人的优良基因书琪遭爆芯片谈恋爱,全被剪掉。 老公冯德伦幕后操刀网,亦娱乐6月19日报道。 冯德伦在当导演,拍摄芯片侠道联盟图中,跟女主角舒琪结婚,还未上映一话题十足。 他十八日率演员上雷诺,杨友宁及张静出出席上海电影节记者会,被芯片造势,却被爆料公器私用,亲手剪掉书琪,杨友宁的感情戏。 《侠盗联盟》由冯德伦指导,卡斯包括刘德华,书琪,杨友宁,曾志伟及法国演技派动作明星上。 雷诺,故事灵感来自于在家,那影展发生的真实盗窃事件,描述家杨大盗张丹,刘德华。 是,重出江湖,联手搭档叶红,书琪。 是,与小宝,杨友宁。 是,在法国谨探皮埃尔,上雷诺。 是,在穷追猛打下,跨越欧洲盗取西式珍宝。 记者会中,坠马仍在养伤的刘德华一影片惊喜,现身,留下三支线索影片期到,最接近珠宝真实价格的人,即可将珠宝带回。 张静出,杨友宁,上雷诺,冯德伦现场分。 别使用放大镜,手电筒,白手套,赖卡相机鉴定宝物,相当逗趣。 导演冯德伦表示,《侠盗联盟》是具有娱乐性的爆米花电影,非常开心与上雷诺合作,他是我的偶像。 上雷诺夸他是很知道,自己要什么的导演,他打去响应,你忘了说我是个帅导演了。 被杨友宁补枪,叫我演小偷是极度我帅吧。 被问到跟老婆舒淇合作感受,冯德伦笑说,我们都很有默契的公司分明。 杨友宁刚唱的,枪,对啊,他们都很有默契的连手欺负我。 我当初可是看到跟舒淇,有感情戏才接的,但后来全被导演改掉了。 电影8月11日中港台同步上映全志仙16个月儿子手曝光。 个子超高啊,一娱乐6月19日报道。 据港媒报道,18日父亲节,有粉丝到餐厅用餐,巧遇全志仙立家三口,这是全志仙的儿子首度曝光。 全志仙立家三口在餐厅叫壁静一角,四十位庆祝父亲节而一起外出用餐。 照片中,虽然只能看见全志仙儿子背影,但据赛场粉丝透露,全志仙的儿子戴上帽子坐在婴儿椅上,十分可爱,虽然只有16个月大,但看上去却好像两岁小孩。 一样高,可能是因为父母同样身材高潇,遗传了二人的优良基因。